就马上宣布 要禁止发出新的酒的制造这个问题 刚才我听了Dato Lui的一番话 我也是一样 不吐不快 我始终觉得 这个是交往过正 完全没有道理的做法 政府呢 第一 我首先声明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不会喝酒 我也从来不喝酒 但是 我是捍卫 要喝酒的人的权利 因为这是他的个人的人身自由 我们不鼓励人家喝酒 同时我也强调 喝酒不驾车 驾车不喝酒 这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守则 你要喝酒没问题 但是喝了酒之后 体内有酒精 千万不要驾车 免得害人害己 损人不利己 这个事情千万不能做 如果喝酒之后 现在有一样东西叫做 Grab 我们可以叫人家代驾 Send个Message 叫人家载你回家 你根本不必自己驾车 所以我们呼吁 所有在场的所有的兄弟姐妹 大家可以喝酒 但是喝酒不驾车 驾车不喝酒 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 Dato也是认同 那么我们今天要谈新政府上台 就宣布要把停放 停发这一个新的酒的执照 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政策 打个比方 现在比如说 有一间新的酒店要开业 人家投资 Dato会投资新的海上天大酒楼 那么海上天大酒楼 也不能够申请酒牌 新的五星期酒店 也不可以有新的酒牌 那么他不能卖酒 他怎样做生意呢 一般上很多人到酒店谈生意呢 都会小喝两杯应酬一下 那么你完全不给人家做 这根本就是 直接拿哨把 把投资者赶走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呢 一宣布说因为 这个课 主要就是因为 有一些害群之马 因为喝了酒 驾车撞死人 所以呢 就开始呢 伊斯兰党 巫统的这些狐群狗胆 就开始呢 发出了这一个敬酒的声音 然后马华也静静静静 很安静 但是你安静下来 问题没有解决 那么如果你说 因为有人驾车 撞死人 所以就要敬酒 那么我请问大家 这个逻辑行得通吗 我们今天驾车 马来西亚每一天 一年有七千个人死在公路上 因为车祸 是不是我们要禁止 汽车的生产 那么有人 因为这个摩托 飙车 撞死人 是不是要禁止 摩托的生产 这在逻辑上 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呢 他都讲的对 政府的政策 是没有用脑的 这样的做法 只会引起更多人民的反感 完全不符合 现代经济的这个需求 这个是 这个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肯定的 不要忘记 马来西亚是一个世俗国 我们不是回教国 我们尊重穆斯林 穆斯林也应该尊重非穆斯林 我们尊重穆斯林社会 不喝酒的权利 穆斯林社会也应该尊重 非回教徒喝酒的自由 所以我们是马来西亚 我们不是中东 我们不是阿富汗 也不是伊朗 我们是马来西亚 如果这个分不清楚的 其实上他们不应该住在这个 多元种族 多元宗教的国家 不要忘记 刚才大都说 马来西亚的酒 我们的酒税 一年政府抽了几十亿 而且我们马来西亚的酒的税率 是全球排名第二高的 仅次于欧洲的挪威 北欧的挪威 它的酒税是全世界最高的 排名第二名 拿到银排的就是马来西亚 所以你抽这么高的酒税 每一年跟 Casper Tiger Bear 拿了这么多钱 现在呢 却在因为政治的关系 这个来大搞 种族和宗教 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呢 我还是借 沙巴首席部长 Shafiq Abda的一句话 沙巴不敬酒 因为沙巴州政府 尊重其他民族的 基本权益和文化 所以呢 你可以不喝酒 但是别人喝酒 只要它不是犯法 我们不应该去阻止 那么第四 第三 我们谈到说 马来西亚是世俗国 但肯定的 有更多的非回教徒 尤其是其他的 外国的投资者 大家都张大眼睛来看 这个停止发出新的 这个酒的执照 是不是回教化的开始 我可以说肯定是 这个如果不是的话 何必多此一举呢 对吗 因为你停止发出 这个酒的这个执照 难道明天就没有人 会喝酒驾车吗 喝酒驾车 发生车祸 关键在于立法与执法 如果警方执法够严 通过政府教育人民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了 那么我也要问大家 是否真的 驾车撞死人的确 是非常多的这个案件呢 我特地上网去查了 布格尔曼的这一个 交通警察总部也公布了 我们一年 知道有多少个人 在这个西盟执政的时候 如果没有记错 2019年 有多少个人因为 酒醉驾车被撞死呢 一年是五个人 去年只有五个人 是被驾车撞死 当然这是非常不幸的 可是如果你对比其他的 一年发生在马路上的车祸 死在公路上的一年 是7200个人 只有五个 是因为驾车喝酒 撞死 被撞死 所以你看那个百分率 应该只是0.008% 这个是根据Astro的新闻报道 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 就特地找这借口来敬酒 这个是交往过正 老型逆施 也完全不符合 这个逻辑 所以应该 被人民应该有权利要反对 所以我们看到 西盟执政的州属 雪兰娥州 跟这个槟城州 就美还有沙巴州 都没有这样的政策 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要认同的